現在新婚生活的感覺怎麼樣 蠻不錯的 很幸福 邱澤和徐衛寧去年12月宣布閃婚 兩人愛的低調又甜蜜 25號最帥人夫出席活動 臉上滿滿都是幸福 春天到了 你的春天現在過得怎麼樣 我春天過得開始開工了 你好像跟陳一涵還一起不錯 對 我們一碰面就互道恭喜這樣 恭喜我結婚了 然後我恭喜他生了一個小朋友 他有沒有傳送你一些生孩子的一些秘訣 沒有 沒有 這個是緣分吧 對啊 大家都還是先恭喜結婚這件事情 現在新婚生活的感覺怎麼樣 蠻不錯的 很幸福 真的有重婚嗎 對 在一個溫馨的地方 就有自己朋友這樣子 所以當下有人害怕說 如果不成功怎麼辦 多少還是有啦 但是一定是有一些 默契的嘛 對 共識 對 有感動過的一場 稍微 對 本來沒有想到那麼緊張的 但其實 比 比 任何 對 工作 頒獎典禮 拍戲都還要緊張 對 那是哪個恰那樣 你覺得說他是對的那個人 隨時 隨時 隨時啊 對 隨時就偷偷看開機 也沒有偷偷啊 不實在是 我們個性也不是那種會號召天下說怎麼樣怎麼樣 之前有答應過大家說有好消息就跟大家宣布嘛 就是跟那一天發的那個臉書的內容是一樣的 那也接到很多恭喜大家都很開心 你覺得好說就是婚宴的點 還在決定 因為現在 一方面是疫情期間 那一方面是 他之前也在工作 那現在換我開始工作 所以可能也要安排一下時間這樣子 有跟一些結過婚的朋友們請教一下結婚的一些細節 那當然是說場地啊 其實有蠻多事情要安排的 已經太想看到這對夫妻走入禮堂的美好畫面了 好 好